为了要鼓励泰鲁格国家公园园区周边社区学生 泰管署开办多年的辖区及周边学生居民优秀学生的补助奖学金 在9月1日开始申请到9月30日截止 所以欢迎符合资格的学子赶快来申请 凡涉及园区周边社区部落的青年学子 只要符合条件资格者皆可申请泰管署奖助学金 发放的对象从国小五六年级到研究所 学业及超性成绩优异录取大专或具有特殊才艺的学生 泰管署都欢迎来申办 泰鲁格国家公园为了鼓励辖区及周边社区的学子们能够勤学向上 所以从民国98年开始 我们这13年来每一年都编列了100万的奖学金来鼓励这些学子 那这13年来呢我们总共奖励了3183个学子来参加这样子的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那今年从9月1号到9月30是我们的申请日期 那相关的文件表格呢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下载或者亲自到各村里办公室去申请 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呢我们今年是采取了邮寄通讯的部分 所以各个申请人呢只要把相关的文件 那寄到泰鲁格国家公园解说课收 我们收起以后会办理后续相关的审查 当地居民表示秀林乡有四个长期提供居民申请的奖学金单位 而奖学金的提供让许多求学中的学子补贴了他们在外求学发展中所需要的费用 是相当好的一项得证 关于秀林乡的奖学金大致有秀林乡公所 然后台湾水泥 泰管处跟台电 那至于他们入学的时候都会有奖学金 大概至少单位加起来大概都每一个 每一个学生大概都有两万块以上的奖学金可以供他们入学使用 对因为那个奖学金其实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一个 也是过来人 那其实这些奖学金对于尤其是我们自己原住民学生要到外地去念书 那这一笔奖学金其实对我们在秀林乡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 无论是书籍费或是住宿费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泰管处奖学金98年开办至今 加汇3183人次 开办至今已迈入第13年 经统计截至109年已加汇了3183名的学生 泰管处希望透过奖助学金来参与未来 让学子有机会成为国家公园经营管理 以及社会各领域的人才 记得林杰秀林乡采访报道